咱们都来看一下这个回收的散的 盐份酒还是怎么淹货的 这直接上很活的 这也是为啥 平时我都不卖这些啊 我要卖我都卖卖了一个经销商 拆箱 等一等吧 这么快 这个视频肯定要挨喷 但是这个人家做回收 要跌顶酒就只能这么 才能知道 你这酒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有壶吗 没有了 没问题啊 看颜色就没问题 尝一杯 尝一杯啊 没毛病真的 年份酒的这个成物也不会错 不能浪费 刚才我们在小冰里边就看不到颜色 但是通过这个大冰 然后底下跌个白纸 颜色就很明显了 15年的黄汤色 哪有的朋友可能就要喷 那咱们说到了为啥要喷呢 你这个打开来啥意思的 这不是照讲的 其实这个现在已经不是什么秘密了 拔头酒不就这么来的 这个是做回收的 就验货就必须这么干 才知道里边的酒是真还是假 安全为主 不知道怎么去评价 就感觉有点像贩卖焦虑一样的 但是哎呀 真才是尽头啊 这个拔开来之后假的多吧 哇 今天早上来了三米 什么一家 哈哈哈哈哈哈 这视频开了三米 这边还没看 对 所以你知道为啥我都不怎么卖年份酒吧 哈哈哈哈 我们年份酒啊 就那个年间的拆开来 贵就贵点 哈哈 先塞了一个是吧 这个喝的多好 啪盖回去了 哈哈哈 还事 还事 哎呀 真的这个不知道该怎么评论啊 这个视频发这个视频我都很纠结 不过把最真实的展示给大家 这个是刚才那一篇 这个也没问题 嗯 这个羊的没有也要喝 嗯 以喝为准 有没有这个羊液可以 颜色也可以调啊 对 颜色光看颜色也不行 哎 这刚刚好500毫升还是比较准的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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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